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開創了一個全新的視頻 世界大事也為您創好運 用最多元的內容 最專業的命底 風水 液晶等 探索國際大小事 林海洋與您一同翻轉人生 創造未來好運 好 國際局勢 我們先談一下 最近的國際局勢有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 俄國調查及右理論家女兒被炸死 烏克蘭否認策動爆炸 俄羅斯及右派政治理論家 杜金的女兒達里基 在上週六8月20日 晚上駕車在莫斯科公路行駛時 汽車爆炸了 然後達里亞身亡 俄羅斯懷疑烏克蘭與爆炸案有關 烏克蘭方面則否認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烏克蘭總統哲倫斯基的顧問 否認烏克蘭與事件有關 稱烏克蘭不向俄羅斯是喜歡 發動恐攻的 亦不是恐怖主義國家 第二件我們來看一下 涉間諜活動 兩個俄羅斯人 一烏克蘭人 二巴尼亞政府 週日就是8月21日表示 兩國俄羅斯人和一名烏克蘭人 前一天企圖闖進中部 以做軍工廠 兩名軍人嘗試制服三人時受傷 當局指他們涉嫌從事間諜活動 另外 該國警方在中部 另一座軍工廠附近 拘捕四名 報稱是遊客的捷克人 所以連捷克人都有 並不是單獨 他們是 那二巴尼亞的國防部長表示 一名俄國男子 闖進了一座軍工廠企圖拍照 他在拘捕過程中 對軍人使用了神經麻痹增劑 噴劑 同案另外兩人在附近被捕 分別是33歲的俄羅斯女子 跟25歲的烏克蘭男子 那總理拉玛上週六 8月20日表示 三人涉嫌從事間諜活動 國王部長佩萊札 則在8月21日表示 現在說動機是言之過早 但他提到地緣的政治關係 暗示這和二巴尼亞政府批評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疑事可能有關 這樣的國際局勢基本上 當然俄烏戰戰還在繼續 這個月是天激化季月還沒有完結 所以他們不斷的互相 另外一種手段在攻擊對方 另外一件事情 柬埔寨的風暴還席捲的全球了 那到底要什麼救人呢 到底要數多少贖金呢 很多人現在莫名其妙的 也不知道所以然了 這些國際局勢裡面可以看到 大家痛苦萬千的就是連台灣 現在遍布全球 包括美國人都有黑人也有 印度人也有印尼人也有 並不是只有中國香港 現在香港新加坡大家也很惶恐 馬來西亞人也是一樣 所以全球呢不管是 歐美國家或者是亞洲國家呢 大家都很緊張了 不過呢到底能夠抓多少人回來呢 就要看政府的魄力了 我們現在很期待呢 這些人比政治犯更可怕 而且你要知道 沒有建树的話 沒有幫他們賺錢的話呢 就會被砍手砍腳 甚至載到公海裡面呢 割你的肺部肺臟 然後呢心臟 然後呢包括眼角膜 割得體無完膚丟下大海 真淒慘 好所以呢請大家呢 不要再往國外去了 哪裡都不能去 千萬記住不能在網站上看到國外的求職 就趕快去 先在台灣找份工作吧 希望我們的年輕人真的自己加油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接著下來 經濟大事 好在財經上面的話呢 這個 投資人重新評估呢 這個8月份的 FOMC會議的記要呢 美元急升 在一個月的新高 七八月都是如此 好 每股呢 稻窮 基本上呢 比如說 SP500 加上稻窮工業 加上呢 包括所有的NASDA 全部都是漲的 在今天早上一大早 那成交量為求4.3億股 為今年創下最新低 那我們來看一下歐股的狀況呢 歐股的話呢 基本上呢 德國還有呢 泛歐都是上漲的 那這個呢 其實呢 他們都是呢 歐洲因為股市在石油股的提振下上漲 所以呢 歐元區7月通膨率達到創紀錄高位 但是呢 基本上呢 8月份的話呢 比上一期上漲了8.9% 所以呢 英國通膨攀至10%以上 為1982年來首見 現在通膨的壓力是席捲了全球 1999年以來呢 基本上 我們可以看到呢 全世界的通膨沒有這次的嚴重 好我們來看一下亞股 亞洲的股市來看的話呢 日經下跌 然後呢 台灣嘉全今天下殺163點 然後三大法人賣超150億左右了 哇很可怕喔 非常大的 這個下跌幅度 上海綜合的話也下跌 然後呢 國企指數也下跌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FED呢 將持續升息 以抑制 遏制呢 攀至數十年來高點的通膨能夠嗎 美國最近看起來還是不錯喔 但是呢 因為引發美國收錯 亞洲股市也隨前一天的每股跌勢收低呢 美國跟台灣 地區就是一邊雙邊貿易 倡議啟動正式談判 但此舉能推升地緣政治壓力嗎 加距中國大陸本以高度緊張的關係 我相信這高度的關係 這緊張關係在下個月喔 文曲化劑一月喔 對不起 還會繼續加劇喔 所以文曲化劑呢 一定要有什麼 要一個智慧的高人出來 解決這些問題喔 否則的話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以及美國的這樣子高度的一個 互相這個 碾壓中國的話呢 我相信呢 我們台海危機會越來越嚴重喔 或可以點我的影片看一下 我已經講了 8月份控爆發更大的衝突 好我們來看一下 新興市場的話 印度俄羅斯巴西全部上漲的股市喔 來先看一下油金市場 油金市場黃金下挫喔 現在是1758.3喔 跌了0.21%喔 布蘭特油期的話呢也上漲 那美國延油期呢也上漲 好現在油市呢最主要是 EIA資料顯示呢 到8月12日的一週內 美國原油庫存下降了710萬桶 到底呢 這個俄烏戰爭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原油會不會呢有什麼 讓人家憂心的擔憂的還紀錄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地緣正助加速反彈 美油重新佔上90美元一大桶的大關 好那我們來看外匯市場 美元對新台幣已經佔上30.006 我們要用我們台灣等於是貶 台幣等於貶值 那美元對人民幣是6.7861 那接下來呢我們看歐元對美元的話 1.0113幾乎平手了 英豹對美元1.1976呢 稍微看起來也是跌 跌幅也很深喔 跌0.59個% 所以呢 美元對日元的話是135.35 那澳幣對美元的話是0.6927 那美元指數呢是107.420 我覺得這樣的風險 最可怕的是10年公債殖利率 10年公債殖利率大家要小心一點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這個是華爾街日報路特壽 以及聚恒網裡面呢 所有的匯率啦還有呢盤價啦 每天都會波動的 所以請鎖定呢我們的新的節目 你才能夠了解你的口袋到底有多深呢 能不能經得起考驗呢 好政治事件我們來看一下 鄭寶欽參加茶會感性訴求落列 90度彎腰懇求大家助選 決定要參選 桃園的市長 桃園市長選舉變數加大 來前立委鄭寶欽呢參選桃園市長 傳聞呢盛銷成上 一般民眾都認為呢 鄭寶欽不可能出來 但隨著美麗島電子報 董事長吳子嘉 向媒體透露27日會有爆炸性的新聞呢 就是在上27日今天是上個月了 說鄭寶欽將宣布要選桃園市的市長來參選 所以呢讓參選的可能性又增加 昨天呢8月21日呢有影片流出鄭寶欽某茶會上 感性說是民進黨建黨過程及黨軍 以及建設桃園的願景 最後90度彎腰懇請大家幫忙助選 那就確定囉 那這個非常的震撼 說到機動處呢盛然列下 支持呢上去遞紫金相當感恩 對此鄭寶欽服務處回應呢 的確有參加茶會行程 但對於是否參選不予 評論沒有說明 對於競選桃園市市長鄭寶欽早早就表態了 我們接下來看到呢 是不是鄭寶欽確定要參加這個桃園市長的選舉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彈 好那大家呢其實當然啦 林志堅爆出入文的事件案子 鄭寶欽才開始動作 那當然就是說基本上呢 現在說換了一個什麼 鄭運棚 鄭運棚是挺什麼 挺林志堅的 林志堅是抄襲 那他挺林志堅 所以呢他的臉書也被灌爆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 走了一個抄襲 換來一個挺抄襲的 明顯看出鄭寶欽失望的態度 那當然這些事情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呢 未來這還有三個月大概一百天的時間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好戲 絕對不會脫膨的 一定會有震撼彈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呢 政府採購疫苗 政府採購疫苗 一劑765元買的王必勝 清上火線 沒有保密30年 好 什麼東西都要保密30年嗎 來我們繼續看 衛福部以密件封存疫苗採購 合約30年 嘲諷要等到前衛福部長 民進黨台北市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百歲的時候才能夠解封 他今年剛好71歲耶 30年他101歲 希望他能活那麼久 我們才可以看到解封嗎 好所以呢 大部分的人開始甚至質疑 其中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交易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呢 指揮官呢 王必勝 在今天上午呢 9點多就開記者會了 他敢在呢 國民黨的10點半之前 所以呢 他怎麼樣 他先發自人了 早上9點半就開記者會了 所以呢 到底呢 他這一季花了765元呢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本來呢 蔣萬安是早上10點半 要召開記者會 他說 32例百歲開箱 陳時中黑箱封存疫苗文件的 總統及醜聞 記者會前呢 王必勝昨夜呢 深夜呢 就開始呢 以非發自正事呢 通知的方式呢 私下通知媒體上午9點半 出名 出席說明 出席說明 好那 基本上來講的話 當然王必勝他是有備而來 一開始就拿出 預先準備好的小鈔 強調針對疫苗合約 在封存一式相關紫色 那上週五也有在針對此事說明過了 但是呢 因為國人還是存著很大的懷疑 尤其在選舉的時候呢 我們都可以看到呢 其實當時 當時 鴻海的 郭董 以及 台積電的 包括台積電 包括 包括瓷劑 他們在買 同樣的台積電鴻海跟瓷劑 他們在買 買這些疫苗的時候 其實呢 台積電線公佈了 然後呢 至於呢 鴻海 買的價差呢 數量 來比對的話呢 少了一億美金 就是不用多一億美金 那他買的比較便宜啊 那這個樣子的話呢 然後政府採購疫苗總數是 5351萬劑 花了408.6億元預算 換算下來每季是765元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是巨額的採購案 因為這是全民的 這個 國安安全嘛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呢 就說買不到疫苗嘛 那現在呢 大家都覺得非常辛苦 還有他覺得說 他們經得起公平的考證啦 但是呢 如果封存30年怎麼公平呢 對不對 怎麼樣公共評論呢 就沒有辦法公共評論吧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他說政治跟選舉 不是我們的指揮中心考量的議題 但判政治跟選舉呢 不要干擾防疫的進度 好我要告訴各位 疫情又開始崩潰了 今天呢 那BA5呢 又增加了30幾個人染疫喔 請大家務必要小心 這個說不清講 說不清講不完的 疫苗的採購案呢 我們留待後續再跟大家做報告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新會逆行嗎 天災人禍 天災這麼多人禍當然也很多 天災就到處全球 現在呢 暴雨暴雪啦 然後呢 格陵蘭的冰戎非常嚴重 所以呢 有很多的國家呢 現在呢 整個呢都在警戒狀態當中 好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 今天早上呢 10點50幾分 也有5點7級的大地震 大家要小心了 所以呢 這個天災加人禍的話呢 我們怎麼樣來因應呢 未來呢 這個農曆7月還剩下最後的幾天呢 這個是喔 變成呢 大家都覺得呢 整個世界都快變成魔的世界了 對不對 好像魔在掌控的一切一樣 你們可以講一下吧 好 這是全新的這個直播 希望大家還喜歡 你們可以了解的更多元 那這麼多元的話 我先講一下 農曆的7月是天氣化季月 農曆的8月呢 是文曲化季月 我要告訴各位喔 文曲化季月呢 格陵蘭的冰戎會更嚴重 而且很多海島型的國家 恐怕要沉一半到海底了 另外更可怕的事情 在農曆8月文曲化季 我告訴各位 可能呢 我們天空中會有一些有毒的氣體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難不成是要打仗的前兆 有毒的氣體 這太可怕了喔 文曲化季是有毒的喔 我現在先跟大家講清楚說明白 我們另外再做節目喔 今天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好 星象的變化我們來看一下 天王星開始停滯了喔 那它會產生的 人生你有不一樣的價值觀喔 你開始會懷疑人生 我前面的價值到底對了嗎 我前面到底創造了什麼 自己的價值嗎 人生的價值觀開始做改變了 你沒有發現嗎 好 求新求變呢 要如何創造新局 現在的議題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這些 所以你看喔 我的視頻全新的 是不是 求新求變啦 你們才不會覺得 哇 這個 是不是有不一樣的感覺呢 好 那當然我們有懷舊風潮 比如說 以前呢 放風針啦 那個踢腱子啦 那懷舊風潮啦 對不對 穿一些阿嬤級的衣服啦 然後呢 坐在呢 門檻旁邊 那寥寥化家常那種懷舊風潮 就會很容易呢看到 好 門擠化劑還有呢 就為什麼呢 天外星逆行加上農曆七月要結束了 所以呢 除了這個以外呢 老媽子的裹腳步啊 又臭又長的裹腳步啊 以前呢 綁著那個老媽子的這個小腳的裹腳步 恐怕都會拿出來用了 好 所以呢 未來呢 我們的懷舊風潮會越來越多 好 人身腳步不要太亂 在這個週期裡面呢 我們千千萬萬人身腳步不要太亂 好 水星代表的是家庭跟食物喔 好 金星代表的是什麼呢 因為金星現在進入雙子 所以呢 跟愛情跟媒體跟婚姻跟 這個外交有關的議題會越來越多 欸 我不跟你好 你不跟我好 我跟你好 我不跟他好 就這種 這種喔 跟這個農曆七月天氣星是不是很像呢 真的很像喔 欸 我要跟你好 然後我不跟你好 對不對 國之間也是如此 好 天外星在金牛的時候呢 我們的貨幣 剛才我講到那個經濟的部分嘛 貨幣就開始了 金融體系也開始變革了 好 那這個呢 理財如何收成 都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那用行動來怎麼樣應付我們的金融敵人呢 好 這些都是我們在最近呢 可能會產生的一些效應 希望大家多多的注意 好 那有年度節慶嗎 我們來看一下 年度的節慶還沒有到 所以呢 今天就不跟大家講 處署了到26號 今天呢 節目跟大家講解到這邊的話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夠多多了解國際局勢 然後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分享 開啟訂閱按下小鈴鐺喔 掰掰